第二个问题 很多师兄病急缠身多年 多处求医也查不出病因 却又无法及时打通 除通电话 如何来判断自己是灵性病 还是业障病 要怎样利用三大法宝来解决这些问题 记住了 什么是灵性病 什么是身体的病 你们记得住 身体的病看得好的 灵性的病看了不好 而且复发的可能性特别大 这就是为什么 灵性的病 它是精神上面的问题 而肉体的病 那是身体上面的问题 所以这样一分 你就分出来了 听得懂吗